新衰鉴别诊断有哪些?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倪新海 中国医学科学院赴外医院 肺血管与综合内科医病区主人医师 实际上鉴别诊断嘛 就是排除和新衰类似的一些症状表现 而不是新衰 把新衰排除掉 那么咱们都知道新衰的表现 最常见的表现可能是 胸门、气软甚至呼吸酷这些表现 但是肺部的疾病往往也有同样类似的表现 比如说慢性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当然肺心病本身也会发生这种新衰表现 慢性缺氧这些都会表现为胸门气软 但是它不是新衰引起的 可能是肺病引起的 我们也往肺上查 这是肺部呼吸系统的一个多种病的鉴别诊断 还有一种特别的情况 也是胸门、胸疼、憋气、气短 那么也会容易误诊为是心衰发作 这种情况比如说咱们肺心病 肺心病它说是心脚痛它就不疼 它就表现为胸门胸疲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检查来进行诊断 那么肺心病早期有稳定心脚痛的 缺血时间长了 可以发生心肌梗死 那么往往是在心肌梗死 或者没有进行做支架呀做大小这些在关注治疗以后 慢性缺血慢性缺脱时间长了 最后会出现心衰 再一个一些其他的疾病 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的 或者其他原因呢 都也可以引起心衰 也可以说呢心衰是所有心脏病的共同中猫途径 所以一旦诊断心衰呢 往往都是心脏本身引起的 那么和呼吸系统啊 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胃炎胃溃痒 特别是反律师冠炎的 它也表现为胸部刺痛啊胸鼻癌难受啊 有时候呢也会误诊为心衰 像这些呢我们一定要把它鉴别出来 那一般呢到医院医生会跟你说 做心电图做心脏彩操 会发现 那么发现血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检查 叫做BMP 或者是ProBMP 就叫脑拉胎素 那这个指标呢 和心衰的关联性很强 假如说不高 医生会跟你说 这是心衰指标 心衰指标不高 就可以排除心衰了 假如说这个指标很高 越高越可能是心衰 一般呢这个呢 临床的诊断参考价值非常大 医生一般会建议 做这个检查 来确定 是不是心衰 或者是排除 和心衰无关的一些症状 不过是不安的 就不安的 做这个检查 呢这个是不安的 油 是不安的 这些检查 这些检查